大家好 我覺得強制執行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題目 其實很像大海一樣 再加上說科技多多少少有影響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雖然它跟一般的訴訟案件非常像 都會牽涉到對立的雙方 不過到了要強制執行的階段 其實真的是已經到了雙方要見真章的時候 所以對立的衝突其實是更明顯 所以大家都會想盡辦法 儘量債務人會希望債權人不要摸到他的財產 債權人會希望儘快能夠實現他的權益 所以每天強制執行都在發生新的案例 即使是我可能今天也要來跟大家學習很多 在強制執行上面所遇到的困難 這是為什麼我今天也很爽的原因 那也許我們會後再來這個討論 考慮到多數人所遇到的問題 都是跟這個金錢請求權的執行有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不會去討論說 有關行為不行為 還有交付特定物的部分 因為那個部分也要講很久 所以像假處分的部分 我今天就不會特別處理 我會在最後一章去講到 跟金錢保權處分有關係的假扣壓 因為假扣壓這幾年來也發生非常多的變化 那我今天大致上面會走的這個 會講的這個大綱這些部分 主要也是這個強制執行程序的流程 他是怎麼開始的 那法院收案之後 大概會做什麼樣子的這個基本上面的調查 開始進行這些程序之後 不同的執行標的物法院會進行的流程 當然不相同 然後有什麼樣子要注意的這個事項 然後在執行的過程之中 如果一切都很順利 當然就是查封了之後 你可能就有變價的這個程序要進行 這樣最後債權人才能夠摸得到錢 不過在這過程之中 也許是真的有特殊原因 也許是因為債務人希望可以背個這個程序的進行 那他可能會發生延緩或者停止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這中間出了什麼樣子的差錯 使得這個執行程序不得不撤銷 那當然也有可能最後是因為撤銷 所以執行程序終結 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執行程序真的收到了錢 所以執行程序終結這有可能 那當然也不排斥在這個過程之中 執行出了差錯 以至於必須要由債務人 或者甚至可能是債權人自己 或者是倒霉的第三人 不得不提出一些救濟 那這種救濟方法有哪些呢 可能也有這個論斷的需要 那最後呢我會談到說保全程序 它不是一種終局的這個執行 但是在債權人邁向他實現權力之前 可能會採取的這個假扣壓 因為這幾年的變化比較大 所以可能也有在稍微說明一下的這個必要 那這大概是今天我們可能會討論的這個過程 那我先提一下這個強制執行程序 這個強制執行程序的這個發動跟開始 一般來講我們當然就是由這個 沒有人會債務人先開始 這個強制執行程序當然都是從債權人開始 這個是不待而言 當然我必須說 雖然說是債權人先開始 然後以這個提出書狀開始 但是呢 通常在這之前都會先做一個準備動作 也就是你寫狀子的時候 因為必須要告訴法院說 那債務人大概有什麼樣子的標的 所以財產可以執行 我們其實都會先去跟國稅局查說 債務人有哪些財產在哪邊 繳個幾百塊給國稅局 然後呢請國稅局告訴我們說 這個債務人去年繳稅 大概申報了哪一些財產 那你才會知道比如說 你會從他有沒有繳利息所得 大概就猜得出來說 他在哪些銀行帳戶那邊呢 是有這個存款的 甚至從利息所得都可以猜得到說 他的存款可能有多少 然後不動產 那這大概都可以猜得出來 可能有哪些的扣押標的啦 當然押錯保的機會其實也不小啦 只能夠工作參考 因為不動產可能設有這個高額的抵押 最後會變成無意查封的可能性呢 其實也很大 但是你至少不會說茫茫大海不知道啊 要去查括這個債務人什麼財產 所以我們通常就會寫一個書狀進法院 那以我的慣例來講 我通常都會把這個債務人的 統一編號身份證字號寫上去 以免呢同名同姓 那這個查錯了 將來很糗 甚至可能還有什麼法律責任 所以大概就是書狀審請我要表明 當事人 債權人是誰 執行債權人是誰 執行債務人是誰 那我是用什麼樣子的執行名義 這個我們後面會提到 那用判決 確定判決的這個當然很多 但是也不是只有確定判決可以做執行名義 還有很多其他的 跟法院講好 然後呢 我的想要執行的金額 這通常就是你的 比如說判決的這個金額 那當然還會包括你的這個 強制執行的費用 通常也還會再包括說 如果你是判決的話 可能還有你當初的這個 法院命這個被告 需要負擔的這個訴訟費用 那這些通通都寫上去 這就是你至少要執行到的這個金額 那還要告訴法院 執行標的物在哪裡 現在我們有的時候也會直接寫在書狀裡頭 跟法院講說 那請你幫我去國稅局查 這個也要額外付費 大概就是這樣就開始了這個 強制執行的這個程序 然後呢 你一定要提出啊 這個執行民意的證本 那執行民意有哪幾種呢 大概呢 看一看那個強制執行第六條 就心裡有數 這裡只有一個地方 要特別說一下 就是現在的這個執行民意 我自己看到的 有越來越多的 所謂的外國判決 跟外國仲裁判斷 或者是港澳判決 港澳仲裁判斷 或者是大陸地區的判決 大陸地區的仲裁判斷 那像類似這一種的 你不但要拿台灣呢 許可或認可的判決 或者是裁定出來 你還要拿那個外國 或香港、澳門 或大陸地區的仲裁判斷 或者是判決出來 佐證 也就是說還要拿出 它的那個原始評證出來 到目前為止 法院只要求我拿台灣呢 許可執行的那個裁定 或判決出來 卻不要求提出那個 外國仲裁判斷的 只有一件 大部分的法院呢 都會要求 那如果你說 可是我當初跟法院啊 去請求許可執行的時候 那個證本 或原本 或認證之後的飲本 已經交給原來的那個法院了 不用怕 那就去跟原來的法院 申請發還證物的證本 你如果只有only one 就只此一份 你就去跟他申請 他就會還給你 就可以拿去給執行法院看 他一定要看到你這個證本 所以這是一個稍稍要注意的地方 要有執行民意的證本 法院啊 才會幫你進行這個強制執行 因為我們現在是以金錢債權 金錢請求權的執行來做說明 所以他大部分都有要繳費的問題 差不多五千塊以上呢 都是繳千分之八 那過去啊 我常常會遇到一種很痛苦的狀況 就是其實我已經去查了 我有執行民意 就可以跟國稅局去查那個債務人的財產 但是很悲傷的就是債務人通常呢 都沒有足夠的財產 我常常會面臨一個困難 就是那我到底要不要執行啊 很多人會這樣說 這個題目不會很難啊 那當然是不要執行了 因為你如果去執行 你就要繳千分之八的執行費用 如果你這個東西呢 五千萬 那你這樣等於是要繳四十萬的執行費用 可是你明明知道 你根本什麼東西都執行不到 因為他沒有錢 那請問這個時候 為什麼要把四十萬丟到水溝 我捐給國家的錢 還比我執行到的還要多 那我當然就是不要執行啊 看起來很簡單 這個選擇非常明顯 壞處是 那我就沒有中斷時效 大家可以了解 這中斷時效這件事情還挺要緊的 尤其是比如說我是這個工程款債權 那我取得這個確定判決之後 了不起啦 把它延長成為一個五年的時效 不到兩年的 假定是兩年 取得確定判決延長為五年 如果我都沒有去做任何中斷時效的事情 那因為沒有執行 所以了不起就是取得了這個確定判決之後 把它延長為五年 那因為我沒有去做強制執行 所以五年之後呢 我就game over了 五年之後 我這個勝訴判決呢 等於白打 屆時呢 我就算發現債務人有什麼樣子的財產 對我來講喔 人家說的竹籃子打水 一場空 什麼都沒有 我真的是白忙一場 可是要我啊 可以將來繼續執行 也就是說 換發這個債權憑證 五千萬喔 都去換發債權憑證 我勢必呢 就要先留下買入錢 也就是呢 先繳四十萬的執行費用 用五千萬去申請執行 然後呢 因為執行無效果 換一個債權憑證回來 花四十萬 就換一個五千萬的債權憑證回來 然後五年到期就 換發新的債權憑證 五年到再換發 然後呢 期待總有一天等到你 然後希望可以有錢 再去執行 好在現在呢 有了28-3 28-3呢 就給我一個痛快 現在呢大家不用繳買入錢 你可以一開始就告訴執行法院說 我呢要用五千萬去執行 但是呢請你讓我繳一千塊錢就好 我事實上查不到債務人任何財產 現在沒辦法執行 但是呢我要申請執行的是五千萬 不過我只繳一千塊 那法院就知道 其實呢你是要那張紙 我也在繳保護費 可是我的保護費只繳了一千塊錢 不是所謂的四十萬 那這時候啊 我就等 看看這個債權人 債務人啊 會不會有一天呢 突然比如說中了樂透發財了 或者是他的工 他的礦區挖到礦了 總而言之啦 突然有錢了 這時候我就可以去執行 那當然 大家一定要記得 國家要賺的錢是一定要賺到的 當我發現債務人有錢 然後我想要去執行的時候 國家會不會忘記說 這個人之前啊 沒繳足錢只繳一千塊 喔 no 他絕對不會忘記的 他會叫你呢 補足四十萬 減一千塊 剩下的余額要補足 然後他就讓你去強制執行 所以呢你還是可以要的到呢 你那五千萬 但你至少不會啊 一開始就血本無歸 可能呢放下四十萬 然後什麼都沒執行到 那對國家來講 他該收的錢呢 半毛都沒少 所以我覺得這 的確是一個比較便民的措施啦 你全部中斷時效 因為你拿到的債權憑證呢 是五千萬 這一點真的差別非常大 因為這是一個一百年 強制執行法修正的時候 才有的新增的規定 所以影響非常大 過去我們有很多 都是只有用小額 比如說我不想執行那麼多 我知道會沒有錢 那個五千萬 我可能呢只用一百萬 去強制執行 他然後就跟預期的一樣 什麼也沒有執行到 然後你繳一個啊 八千塊錢 希望呢可以少一點損失 五年之後你的確會面臨一個困難 如果他是一個短期時效 只能延長到五年 你會面臨一個困難 就是五千萬裡頭的 四千九百萬 你通通都會離於時效 將來債務人是有機會可以來 異議的 但是現在啊 就比較沒有這樣子的困擾 我用一千塊買到一個 比較長的時效 所以這一點呢 大家可能就要特別注意 他對應該這樣說 對債權人來講 是非常好用的啦 當然某一種程度 債務人就會笑不出來 這個是屬於這個 強制執行呢 因納的這個執行費用 執行法院呢 收到了你的書狀之後 他內部剛剛就要開始分案 分案之後呢 他會先做一些 比較基本的調查 比如說 他會調查哪些事情呢 他會去調查說 你總是要拿出那個執行名義嘛 第一個他就會先去看 你現在這個強制執行申請狀 要列執行債權人 要列執行債務人 你這個債權人 跟債務人 跟你這個執行名義 比如說你如果拿出來的是判決書 跟你判決書上面寫的 原告被告 是不是一樣的人 如果不一樣 原因在哪裡 改名字嗎 有沒有附上這個 戶口名簿戶籍等本 或者是如果 不是改名字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原因 有可能名字不相同 而且並不是因為改名字 這會跟這個強制執行法呢 這個四肢二條是有關係 四肢二條有講到說 有一些像那個判決 這牽涉到我們講的確定判決 他的這個主觀效力到哪裡 他有一些忌受 這個終局判決忌判力的 判決的效力急於他 那這種情況你當然還是有可能會把它列為 這個判決效力所及的執行債務人 那法院就要了解一下說 這一件是不是有那樣子的情況 你不能夠說名字差一個 而覺得這個叫做差不多 這是法院實質上面需要去調查的 所以他會先做一些這個刑事上面的審查 然後有沒有繳執行費 沒繳執行費 當然不是馬上就直接駁回 但是他會叫你要補繳 那還有這個執行名義 是不是已經有具備這個刑事上面的這個效力 特別是在假執行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假執行的時候 然後這個判決還沒有確定 那來假執行 尤其是隔了一段時間才做這個假執行 法院就會有點 比如說你拿著這個二審判決來假執行 有現在最高法院處理基案的速度是越來越快 執行法院就要想到說 會不會三個月就回來了 如果是這種狀況的話 那一旦廢棄原來的高等法院判決 那個假執行也會被一併廢棄 他失所覆利 那就不能假執行了 所以法院要去查執行法院要去了解 有沒有經宣告無效或者是撤銷的狀態 因為如果是這種情況就沒有辦法進行 特別是在所謂的假 假也就是不那麼真的假執行 假處分假扣押 還有條件有沒有成就 所謂的條件成就通常指的是 對待給付跟公擔保 那公擔保很常出現的狀況呢 是在這個假扣押假處分 那對待給付呢 很多時候出現在假執行 或者是確定判決也有可能會有對待給付 你把機器還給他 你就可以跟他要多少錢 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那要錢的前提 既然是機器有還 就要確定機器到底有沒有還 或者你股票給他 他就可以怎樣怎樣 那股票有沒有提存呢 這個要確定 所以法院要先做這些 刑事上面的效力 還有條件有沒有成就的這個審查 這也是為什麼以前我們在做假扣押的時候 通常都會先跑提存所 跑提存所的原因 就是為了要去提存某些東西 某些現金 然後你就拿著你的提存書 才可以跟這個執行法院證明說 你看你看我條件 通通都已經成就了 那法院才會知道說 對對對 那你這些條件已經成就 然後接下來法院還去查 那個執行標的物 有沒有在我這個法院的轄區 這點呢 我也有需要特別說明的地方是 一 執行 要執行的標的物呢 不在轄區 通常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重大瑕疵 正常的狀況 他需要知道這個標的物有沒有在這個轄區 只是要判斷說 需不需要去做那個 主托執行 尤其是那個銀行存款 存款債權的扣押 很多時候呢 這個債務人開很多存款 雖然錢裡頭可能都不是很多 但是呢 什麼地方都有 那就會有非常多的這個主托執行 就拜託其他的法院幫忙 抓你去扣押 其實主托執行很多時候就很不容易扣到 因為會慢個幾天 人家就會把錢淋走 那你主托執行的時候 只要不在我這個轄區 我就一定要請別的轄區法院來幫忙 所以要判斷 有沒有全部都在這裡 不在這裡的就要趕快分出去 請別人來幫忙 95%的法院 在準假扣押的時候 他會說呢 準債權人呢 提供新台幣多少多少 為債務人工擔保之後 就債務人的財產 於多少多少人的範圍之內為假扣押 但是我最近收到了一件事 準債權人提供新台幣多少多少的錢之後 就債務人於本院轄區內的財產 在新台幣多少多少的範圍內 準於假扣押 他只有講可以扣押的範圍是 本院轄區內 這種情況 就算我想 阻托執行 都不能夠做 所以要去判斷 執行標的有沒有在轄區內 沒有在轄區內 正常的狀況 就是阻托別人執行 例外的狀況 連阻托都不能 但是如果是可以 阻托 你沒阻托 就自己把它執行掉了 也不會因此無效 這也跟這個救濟方法是有關係的 然後法院還要先了解一下 因為執行標的物不一樣 差金枝 如果你今天是保全執行 是那種假扣押 說真的 因為根本不能換價 只是先把它freeze 把它扣押而已 大概就是做到扣押 動產也是扣押 存款債權也是扣押 債務人固然不能夠處分 債權人也一樣摸不到 所以情況還比較簡單 但是如果你會牽涉到後面的換價 那就差很多 要拍賣不動產 跟拍賣動產 是完全不一樣的手續 所以法院仍然有必要 要來了解一下說 你這個到底是動產 還是不動產 還是所謂的其他財產權 我後面也會提到 並不是動產跟不動產以外 就交到它其他財產權 還有一種東西 是屬於不動產動產 跟其他財產權以外的 但是我沒有把它列在講義裡頭 因為我姑娘你們都不會遇到 只有我會遇到 船舶 船舶 航空氣 我早期做最多最多的 就是去扣人家的船 這些船舶 航空氣 動產 不動產 都是屬於那個強制執行法 有特別規定的 然後這些以外 才叫做其他財產權 那個強制執行法又另外再有規定 那它要知道說 你這是屬於裡頭哪一種啊 它方法也不一樣 那你這是要交付特定物嗎 還是要行為不行為的 都是不一樣的這個方法 它也要先稍微了解一下 尤其是這到底是要登記 還是不要登記的東西 有些是以登記來判斷所有權人 有些不是以登記來判斷的 這個也差很多 然後呢初步 它還是要去判斷一下說 今天呢這個債權人告訴我說 他要查扣這個債務人的ABCDE財產 可是只有債權人出一張嘴 搞到說這東西是債務人的 我又不可能先告訴債務人 這樣就喪失這個執行的意義嘛 就是要取得先機 問題是那這東西到底是不是債務人的 不知道 要不要做一下初步調查呢 那初步調查就會分成兩種 不動產呢因為有登記 或者是有些東西也是以登記 來做判斷的 坦白講可以登記幾乎都可以查閱 比較容易判斷是不是 的確屬於債務人的 如果他完全以登記來做判斷 像不動產 商標專利 但是不登記的 有時候還真的很難判斷 只好呢 姑且信之 但是的確就有很多呢 後來會發生爭議 動產這一種啊 法院呢基本上面的標準叫做 呃 外觀調查原則 我現在還沒看到 所以我不知道 我先相信債權人說的 我們到時候去的時候就看 是不是債務人佔有 如果不是債務人佔有呢 法官已經半信半疑了 萬一果然後來的確冒出一個第三人意義 說 欸這不是債務人的 這是我的 那就要看這個第三人怎麼講 法院才能夠確定說 到底啊這個東西是債務人的還是第三人的 你的強制執行 畢竟只要解決債權人跟債務人之間 私權利啊的糾紛 權利能不能實現 不可能啊波及這個第三人 那雖然說不動產很多是以登記啊 來作為一個判斷的標準 但是對於那種未辦保存登記的 你其實啊實際上面很難去判 因為因為他根本就沒有登記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登記啊 來決定 那如果說是在比如說前階段打官司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些相關的這個資料 那其實債權人呢就有可能會以啊 稅單 來證明說或者是一開始啊 的這個建造 來證明這個東西的確是債務人所有的 因為他已經沒有辦法 由這個所謂的那個騰本 來證明說這東西是屬於債務人所有的 但是未辦建物保存登記 我們一開始就是會推定說 這應該是屬於這個起造人的 所以他可能會提出房屋稅單 建造執照 這種東西可能原來只有債務人有 但是因為呢之前打官司 也許有拿出來做過證物 甚至就是我跟他一起合建的諸如此類 所以拿這一種東西呢來跟法院初步的證明一下說 這個是屬於債務人所有 那完成這些調查大概標的物先了解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債務人的 當事人對不對 錢有沒有繳這很重要啦 那標的物到底有沒有在轄區內啦 這執行民意啊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接下來當然啊 就有可能會進行這個強制執行 但是呢在這之前 我要先講一下這個執行民意 我們常常看到的執行民意啊 大概就是這邊的這幾種 法院常常做 最常見的不用講吧 終局判決 然後也會常常看到假扩押 假處分假執行 然後和解調解呢 也有可能 我特別化現說是要依照明示訴訟法成立 是因為並非所有的和解或調解都算 依照那個什麼相鎮 調解條例的其實也算啦 不過依照明示訴訟法的和解調解算比較常見 我這裡只敢寫常見 是因為我發現如果我要把它全部通通都列出來 我的獎益啊不知道會有多少 然後呢依照公正法規定可以強制執行的 現在也比較流行 因為呢這樣可以用來對付二房客 那還有呢許可拍賣抵押物跟職務的裁定 這個呢也很常見 特別是對銀行來講 那載明禁受強制執行的動產抵押契約 這個也很常見 本票裁定呢那也不必說 這是為什麼我們跟銀行借錢的時候 常常被要求要簽發本票 包括我本人也被要求過 後來呢簽還清了之後 要求銀行把本票還給我 銀行竟然跟我講說叫我再給他兩百塊 他才要還我 我不得已只好告訴他 我要跟金管會檢舉 第二天本票就還回來了 沒有付錢很可惡 然後最後呢這個許可執行的是我自己個人的觀察 這樣子的案子的確越來越多 可能跟全球化也相關 那我們先來講這個終局判決 終局判決通常比較沒爭議 不過呢終局判決 除了判決正本以外 那你如果說是在那種二審 確定的 理論上是都要 二審或一審 理論上是都要付那個確定證明書 終局判決如果說是三審 你要是有確定證明書 當然可以付上去 如果沒的話 其實法院啊 理論上也不應該要求說一定要有確定證明書 那你要注意的就是 法院會注意說 你這裡頭有沒有要求說是對待給付 有很多東西是會有要求那個對待給付 比如說股票買賣發生九分 要求人家要買回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很典型的 或者是國際貿易 主張那個對方要返還價金 那因為東西太爛了 對方就說 就算要返還價金 那你機器也應該要還給我 那這會有同時旅行抗變的問題 同時旅行抗變的這一種 也會有對待給付 你就要檢查一下說 那你有沒有證明的確已經做了這個對待給付 這也是國際貿易常見的 所以這是一個 那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 這種假的 不是真的的呢 就暫時性的呢 通常 雖然不是一定 都會有供擔保的問題 法院也要檢查 有沒有供擔保 假扣押啊 是三 以前都是三分之一 現在有一些變化 假處分呢 通常都是 百分之百 當然呢 因為假處分涉及 不能意為金錢請求的 這個所謂的百分之百 在認定上面有一些不同 那假執行呢 大概也是三分之一 當然不是每樣東西都一定要供擔保 有一些不用供擔保 像交付子女 他其實也沒有供擔保的問題 或者是小額訴訟 那一明示訴訟法成立的和解 或條件 我強調民事訴訟法的原因是因為 有時候呢 我們成立這個和解 不是在這個民事庭的法官前 而是我們都已經到了強制執行的階段 然後就在執行法官面前呢 跟對方成立和解 像這一種和解 能夠和解我一定覺得最好 因為宋哲兄這是真的 非常耗費資源跟人力跟錢 但是呢 如果你是在執行法官面前 就是到了執行階段才去和解 我一定會跟當事人講 你要跟對方和解 你一定要當場拿到錢 就是不要什麼分歧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的原因是啊 你如果是在那個民事庭法官 就是在開庭那個地方成立和解的 那一種呢 可以成為執行民意 將來他不付 我就直接強制執行 還比較快 可是你如果是在那個執行法官 在執行處的法官面前 成立的和解 將來萬一他不付了 很抱歉 他不能敬為強制執行 不是執行民意 別因為沒有執行民意 所以不如全部先拿到錢 再來 就不會有後面強制執行 就不用再考慮後面的強制執行 你才能夠必其功於一億 一次解決 最好是一次拿到錢 不要有後面 永絕後患 那好歹 退而求其次 讓他可以成為執行民意 就是民事訴訟法上面的和解 如果不得已 一定要成立庭外和解 那就一定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現在要是沒有拿到錢 就不能保證 將來一定不會出疲漏 不見得是因為債務人故意 而是天有不測風雲 誰知道萬一後面分期付款 他又遇到了什麼事情 沒辦法付錢 那就難保 不要再跑好多趟法院 所以這邊要講的是 訴訟法上成立的和解 是指沒有包括庭外的和解 或者是在執行法院前面成立的 那至於那個鄉鎮調解條例的那一種 那個也有執行民意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然後呢 如果是分期 你一定要載明 一期未付 視為全部到期 就是我們銀行常講的 那個acceleration clause 加速條款 分成十期 第三期就沒付 你如果寫一期未到 視為全部到期 後面才能夠全部通通都加速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通通都到期 否則呢 你如果第三期沒付 對不起 強制執行只急於第三期 四還沒到啊 時間還沒到 怎麼能夠強制執行 講好分期經常的 期間利益人家還保留啊 五也還沒到 六也還沒到 七也還沒到啊 對不起 都不能強制執行 所以要是分期付款 也一定要註明啊 一期未付 視為全部到期 而且站在債權人的立場 這樣呢 也比較啊 能夠達到啊 都促債務人 及時清場的目的 因為這樣多多少少 有一點點那個懲罰的目的在內 你如果沒有準時付 全部到期 你等於期間利益都喪失 不如你都準時付 那如果對債務人來講 他心裡覺得 我要是晚付 也不會就只有這一期 會被強制執行 後面的啊 那個期間利益 我還保有 有的 令人不敢恭維的債務人 可能就會覺得 那我這一期晚付 也不會怎麼樣 了不起就是你強制執行嘛 強制執行的費用而已嘛 說不定就坦跌了 那這樣就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 還有依公正法規定呢 可以強制執行的公正書 所以你們大概有印象 像如果是租房子 你有時候可以選擇 要不要強制執行 那當然你如果選擇是那種 可以淨為強制執行的 公正費用 講的不一樣 我印象裡頭 它要多加1 2 那如果是那種 可以約定淨為強制執行的 某一種程度是對出租人 跟對陳租人來講 都有好處 對出租人來講 如果租賃其滿 可是陳租人呢 賴著不走 你可以要求強制執行呢 把這個陳租人 就是請他走路 或者是請他 或者是要求說 他來給付租金 那這邊有特別提到 那個強制執行注意事項 其實是有提到說 你要去特別注意 公正法的規定 你們可以再回去看 但是它的大義很多 包括說 這是比較細的規定 包括說如果你的 你原來是講說 我們的公正的租賃契約是講說 從今年年初租到今年年尾 然後也去公正 也禁收強制執行 可是呢 今年年期滿之後 我們呢 又再自動延展一年 結果到了 就會到明年年底 到了明年年底的時候呢 陳租人來賴皮 說他不要走 這時候不能強制執行 對於延展的租約 如果沒有去公正 沒有辦法給予那個部分 總而言之 對於公正的租賃契約 延展之後的公正租賃契約的 強制執行力 不急於延展那一塊 還有本票裁定 這也是很常見的啦 倒是本票裁定呢 我需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它跟那個許可拍賣抵押物啊 的裁定是一樣的 這兩個呢 都不用等它呢 確定 這跟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那個 終局判決要確定的情況不太一樣 它不用確定喔 但是呢 一定要送答 那 我怎麼知道 有沒有送答 所以我們實務上面的做法 通常都是這樣 第一 對方有沒有抗告 他如果有抗告 鐵定沒確定嘛 但是他如果有抗告 他一定有收到 所以我就會拿著他的 抗告狀 去跟法院講 看啊 他都有抗告了 怎麼可能說他沒收到 既然他有收到 那就是證明已經 收受送答嘛 我就可以強制執行 那還有一種是 他沒抗告那怎麼辦 去法院 印那張送答證書 跟法院講 你看他們那裡有人收了 那這樣子也可以作為呢 一種受送答的證明 所以這個地方非常罕見 他跟這個 假扣押 假處分有點像 都沒有什麼 待確定的問題 基本上你們大概也了解 假扣押 假處分 根本就是公其不備 所以根本沒有送給對方的問題 假扣押 裁定 法條也規定的很清楚 假扣押裁定 一定要等到執行的時候 才會送給相對人 所以你們會看到 執行的時候 如果你們像我以前去扣船的時候 法院在送那個 法院在登船執行的時候 他會給的文書 就包括假扣押裁定 理由就是 他一定要等到執行的時候 他才能夠給對方知道 我如果讓你早早就收到假扣押裁定 你船就跑掉了 這輩子也不會再來 我也不可能扣得到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那本票裁定跟 拍賣抵押裁定也是完全一樣的狀況 不帶確定 但是呢 一定要證明有送達 通常本票裁定 除了要證明有送達 我們在申請的時候 把那個本票的原本 就放在上面 所以我會自己去遞狀 因為我很怕它丟掉 有時候上面寫的那個金額 1億 15億 我都有覺得要昏倒的感覺 因為沒看過那麼多錢 然後法院呢 很快就會把本票還給你 因為它也很差 然後上面呢 會蓋章寫 本張本票已申請本票裁定 就表示說已經來申請過了 然後許可執行那個 外國港澳大陸仲裁判 這我們剛剛也提過 現在有比較多的 這一種情況 那這個執行民意原則上 除了要拿我們台灣 許可執行的那個裁定 或判決以外 通常也還要拿國外的 仲裁判斷的 大概法院都是用裁定 那個外國判決的 大概都是用判決 比較有意思的是 港澳是follow外國的規定 都是用准用民事訴訟法402 但是大陸是要另外用 那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所以情況不太相同 也是裁定 接下來呢我要講那個 金錢債權 動產執行的這個流程圖 這佔了強制執行法裡頭 很大一塊 但是我只打算用一張圖來講 因為實在太多太多了 你如果今天到債務人家裡 要執行這個動產 然後動產一 要貼封條 桌子也貼一張 椅子也貼一張 電話也貼一張 你會不會煩得要死 上面都要註明喔 說是哪個地方法院來貼封條 然後你還要製作那個 查封清單 一樣一樣寫 老實說啦 我真的很少看到動產價值很高昂的 你覺得傳真機可以賣多少錢 所以法院也累 債權人也很累 只剩下 有發行實體股票 而且 沒債幾保 的 大概勉強 可能稍微有點價值 除此之外啊 說真的查封動產 超痛苦的 喔還有車子啦 要不 喔還要知道車子在哪裡 動產的問題就在這裡 你還要知道它在哪裡 所以你會看第一個 動產呢 就是要先去現場查封 每次以前如果是去車行扣車 我前一天晚上都會夜不安眠 心裡一直在想拜託拜託明天去的時候 車子一定要載 然後就要說服法院 早一點出發 希望車子都還沒有開出去 有些是那種卡車 然後呢再來要見價尋價 因為車子 其實車子是 動產是這樣 動產喔 不一定要見價 它規定要見價的呢 是那種喔 價值高昂 又沒有啊 這個 差不多普遍價格啊 可以參考 價格不容易確定又價值高昂的 它才有見價的必要 如果它是那種一般很普通的 比如說小家電啦 價值也不會很高 因為價值不高就不值得 為它去做鑑定 也不是價值高就一定要喔 它如果又有固定的價格 那也不必做了 這個原因都是因為動產拍賣的價格不會很 我有一陣子 常常在看報紙 看那個市場大宗價格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那個金子啊 銀子啊 土雞啦 雞蛋啊 各式各樣那種大宗物資 玉米黃豆啊 來這種 那我就說服法院說 這個不用減價 好 但是你知道現在 因為大部分的執行事務 都是司法官在做 其實司法官也很錯 法院有兩個單位是最常被人家告的 一個是執行處 一個是提存所 講起來很傷心 那這個原因呢 是因為提存所管錢 那不用講 執行處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官司都已經打了 打到最後面了 眼看著贏的人就要拿到 如果在執行的時候出了皮肉 結果發現自己摸不到 他會不會很氣 總要找一個人 報仇 這樣算不算報仇 就很容易把氣 出在執行處的人員上 的確有的時候真的也容易疏忽 所以法院現在 我們國家很窮 那他沒有被 為法院所有的人都保險 獨獨保險的兩個單位 一個是執行處 一個就是提存所 你們如果上網去查 法院最常被告的 的確也都是這兩個單位 國賠最多的 然後你可能就會見價 有見價就一定有尋價 像我剛剛提到的說 我希望法院不要見價 我希望不要見價 當然會有這個理由 就是它其實符合法律 可以不用見價的規定 那債務人呢 一定會要求要見價 為什麼 拖 因為見價呢 一定要尋價 尋價就是詢問雙方的意見 見價之後就會有一個報告回來說 那見價的結果到底是多少錢 那法院就會問說 那你們覺得這個見價的結果 好還是不好 那債務人跟債權人 就會各自表示意見 通常見 通常債權人需要快一點 什麼都嘛 好 債務人是什麼都不好 那 大家都提供意見之後呢 法院就要做決定 他才能夠核定這個底價 就是最低拍賣價格 可以跟你講 99%的債務人 他通常都會說 我還要再找一家見 我覺得這個價格 比如說太低 因為價格太低 對他很不公平 很快就賣出去 然後賣出去的價格很低 可以售清長的債務就比較少 搞执行程序就會越拖越長 所以有見價就一定有尋價 這也是為什麼債權人通常會希望 最好都不要見價 因為這樣連後面的尋價都會省掉 那見價尋價做完之後呢 事務官就要 核定這個底價 核定底價之後就要定期拍賣了 從你查封到定期拍賣 理論上面呢 最少7天 最多30天 育有特殊情況 永遠可以例外 而且特殊情況永遠很多 然後你就要公告 我想大家都可以了解啦 動產也好不動產也好 他都一定要公告 你就是希望別人來買 你如果不公告周知誰會知道 所以當然一定要登報啊 從登報到真的拍賣的那個日期 至少要有5天的這個時間 那拍賣的結果有三種 第一種就有人出價 買了他就得標了拍定了 那最好 這就是最上面的 如果只有一個債權人 錢趕快發一發啦 就結束了 至少這個標的物就已經結束了 有的時候呢法院沒有發錢 這通常是因為債權人很多 所以呢賣掉了法院沒有辦法發錢 他要回去做數學 去算一算說 今天有幾個債權人 每個債權人的金額是多少 然後這東西賣掉了之後 每個人可以按照多少比例分配到 有的是還有優先次序的 還不是比例的 是優先次序的 就要回去算算數很久 那是法院書記官最通行的工作 銀行常常會講說 我來給你算 還有一種可能呢是沒人出價 這個也很確定 沒人出價就game over 理論上啦 通常都是這樣子 就game over了 沒人出價因為只拍一次 沒人出價 東西就要還給債務人了 法院已經沒有興趣 再給你來第二次 通常都是這樣 但是還有一種狀況 就是第三種狀況 有人出 可是居然沒有拍定 因為這個人出的價格呢 沒到底價 沒到底價就不能拍定 法院要核定一個底價 底價呢他也沒告訴你 所以我們呢就會很害怕 作為一個債權人 又不希望 又希望他可以賣掉 當然希望賣掉了 這樣我債權才有受場的機會 但是又不希望賣的價格太低 所以我會希望說呢 人家出價或者是爭取可以再賣一次 第二次拍賣的時候呢 無所謂減價不減價的問題 但是第二次如何認定有沒有拍定 就不是以底價做標準 是以底價的百分之五十 如果呢已經高於底價百分之五十 那就不要廢話了 就算拍定 那老實說啦 債權人也只好認齋啦 你的東西顯然這個債務人拿出來拍賣的東西啊 人家要不要沒辦法啊 如果就是沒有人願意出更高的價錢 那當然底價可能只達底價的百分之六十 那也沒話說 動產執行呢還要注意什麼 動產啊在查封的時候 就一定要做這個筆錄 住民保管人是誰 我們現在很多東西 尤其是帶不走的 是會拖給那個債務人來保管 那有些東西呢交債權人保管 也有很多啦 尤其是貴重物品理論上是都要交給這個債權人來保管的 那債權人如果OK 可以交給債務人保管 那保管的轄區 理論上面都會在執行法院的轄區 但是其實法院並沒有禁止說不能夠帶出轄區外 但是我們如果是要帶出轄區外 通常就會告訴法院 所以在這個筆錄上面都會記載 不管是誰保管吧 那你到底要放在哪個地方 而且這個保管人責任非常重大 如果這個保管物 遺失毀損 你有刑事責任 這有很大的利害關係 有人要去坐牢的 然後呢禁止無意查封跟超額查封 無意查封就是這個東西呢 如果被見價出來 結果是啊 他可能 只能夠付執行費 或者甚至於連執行費都不夠付 那我幹嘛要查封 因為如果他連執行費都不夠付 或者是剛好夠付執行費 在全人根本等於拿不到錢 因為執行費一定先付 那這樣就不用查封了 大家也是白忙一場 在全人終極的目標是要拿到錢 那至於執行法院如果沒有做 那反正也不用執行費嘛 腳都腳了啊 所以這種情況啊就是無意查封 法院通常就不會做 這個大概是見價報告一出來 法院就會通知在全人 問他是不是不要做了 不要浪費錢 然後禁止超額查封 畢竟呢 雖然要實現在全人的權益 但是不能損及債務人的利益 如果你超額查封太多的話 會損及債務人的利益 就要撤銷查封 通常都是你查封的東西 如果你只有查封一樣 那樣東西就太高昂 比如說不動產 那沒辦法 但是如果通常超額查封會發現的 都是多個動產 尤其是多個金錢債權 比如說存款 存款你查封的時候 像我 我常常都嘛 我都沒有這麼好運 可以超額查封啦 我大部分都嘛是超了一大堆 然後每一個呢 裡頭都是零塊 八塊 就是那種法院通知說 不到兩百塊就不用超了的那一種 但是你如果超額查封 還真的每一個都扣到 每個都上千萬 你也不過啊 就是一百萬而已 結果他給你查封八個 然後每一個都要求扣一百萬 那你只有一百萬的債權 那這樣顯然有七個要起封 這時候法院是一定會撤銷查封的 差別只是他會問你債權人 你要保留哪一個 對我來講錢就是錢 哪一個銀行公司就敢啦 也沒什麼好選 不過喔除非非常明顯 像那種金錢債權 那如果你今天說是洞產 那理論上面來講 法院呢在決定 是不是超額查封之前 他都會先見價 我前不久遇到的案子呢 是傳 漁傳 按照公平正義的立場 你真的也沒有理由 給人家超額查封 讓人家連漁船都沒有 也不能出海捕魚啊 沒飯吃 那動產查封之後 債務人呢 喪失對債封物的處分權 不能賣給別人 也不能出租 如果違反 對債權人是不勝效力的 可是他對債封物當然還有所有權 所以他仍然是可以利用的 所以他如果交債務人保管 債務人還是可以去使用他 那變價的方法 原則上像剛剛講的 以拍賣的方式為之 我的同事很多是不做強制執行的 所以他們最好奇的就是 你們都怎麼賣 像電影裡頭演的 把這個標單丟到某個票軌裡頭去嗎 答案是不是 動產是喊價 用喊的 那價高者就得標 但是最多拍賣兩次 這在我們前面有講過 不過如果你是容易腐敗的查封物 相較農產品 這一種就可以用變賣方式為之 因為易於腐壞就沒有辦法久等 拍賣可能太久 那經營這一種 因為他有固定的這個排價行價 可以用變賣的方法 就是去協商好 那通常會得到這個債權債務人的同意 當然要得到債務人的同意是比登天還難 那另外講到這個不動產的這個執行流程 坦白說不動產的執行流程 我認為它非常複雜 因為不動產可以好幾拍 因為可以好幾拍的關係 這中間可能比較康的地方就非常多 不動產 因為它是原則上面都是以登記為主 法院通常會先含查登記 然後再去現場查封 如果因為某些緣故使得說 你居然比較早到現場 然後含查的含還比較晚到 那這都是看哪一個先到 以先到的為主就發生查封的效果 通常先含查登記 然後在現場查封、測量、紙界 紙界是專門針對那個土地來講 那測量呢 是通常都是針對那個建物 建物為什麼要測量 是因為會有很多呢 有那種違建的情況 比如說或者最常見的就是到了那個地方去看 結果發現這查封標地物怎麼四層樓 可是藤本上面只有三層樓 那就是有違建 那因為他會併覆拍賣一起拍賣 那就要看說 到時候要建價的時候 就需要先讓人家知道說 那他到底是長多少寬多少 這都需要測量 就要派那個地震人員 然後就會建價 建價就一定有尋價 尋價之後呢 就要核定這個底價 然後就會定期拍賣 然後第一次拍賣 那定期拍賣的時候 你因為要公告 公告到拍賣啊 不能夠少於這個14天 然後你第一次拍賣呢 到第一次減價拍賣啊 不可以少 大概差不多在10天到30天 這個地方倒是比較特殊 按照法律的規定 剛剛我們講的 定期拍賣到第一次拍賣的 不少於14天 第一次拍賣到第一次減價拍賣啊 不能差不多在10天到30天 這個日期通通都是法定期間 理論上面都不能夠變 但是呢 我的經驗是 法院常常都超過這些期間 視為撤回不動產執行 並起封 你如果到最後都沒有賣掉 因為它這個減價拍賣就表示說 它的確是可以減價 每一次呢 只能夠減最多不超過20% 沒有說一定要20% 所以我有看過那個法院 事實上也常常 減個10%的 15%的 它不是每一次都給你減20% 但是它最多可以減到20% 那因為呢 減的幅度不夠大 所以也有可能減到最後 還是沒有賣掉 那比較悲慘的就會變成啊 因為你4次了嘛 結果最後就 視為撤回不動產執行並起封 因為到最後還是沒有賣掉 這時候要怎麼辦 再來一遍 再查封 這可能就是你唯一的這個抵押品 你也不可能說因為沒有賣掉 那你就不要它了 不可憐 那對債務人來講 只要它是抵押品 沒有賣掉 他一樣不能夠拿它來做什麼 賣給別人的抵押也還在上面啊 價格也不會好 所以其實以前是可以六拍 現在減價變成四拍 老實說 你說有簡化流程嗎 我也看不出來 那這個金錢債全就不動產執行的部分 有幾個地方要注意 是 查封登記書啊 我們在查封的時候一定會去通知這個最高限額抵押全人 有的時候根本就不是他來查封拍賣 很多時候都不是 而且往往都是沒有抵押的人來申請拍賣 但是我們還是會通知抵押全人 是因為他收到查封登記書那一天 他被人家欠多少錢 這個金額就固定了 之後再借給他的 都不在抵押全的保障範圍內 比如說最高限額抵押通常金額比較大 他也許寫個銀行可能說啊寫個十億 結果呢收到查封登記的那一天 借出去的錢還沒有回收回來的 可能只有五億 那這樣他到時候去拍賣抵押物的時候 就只能夠以本金五億來算 他被抵押全擔保可以優先收藏的金額 不會是用十億來計算 因為在這之後他再借的時候 他有理由知道 收到查封登記嘛 就知道說已經不在優先收藏的範圍了 你可以選擇你不要借了 但是你就是不在抵押全的這個收藏範圍之內 你心裡有說要借 你要知道這個效果 所以一定要通知這個抵押全人 然後他就會跟法院承報 我現在有多少的債權 至少本金是多少 然後呢如果是那種債務人 未辦繼承登記的這個不動產 我們會先辦查封登記 但是呢沒有辦法換假 為什麼呢 因為換假之前 這個不動產一定要先登記成債務人 偏偏要辦這個繼承登記之前 一定要繳遺產稅 十之八九 債務人就是這個繼承人 不會去繳錢的 所以在這邊有講說這種情況 你還是可以查封 可是你沒有辦法換假 意思就是換假呢 等於是要求債權人要先墊錢 這裡就會講 債權人要先用 就是由債權人以債務人的費用 債務人的費用根本就不是 基本上債權人要先掏自己的腰包 假裝這是債務人的錢 代辦繼承登記 然後通知登記機關 先登記為債務人所有 花自己的錢 登記為別人的 然後去執行 然後將來再把這一筆錢 列為執行費用 優先受償 那抵押權人可以請求 除去這個抵押物上面的這個負擔 比如說租賃 再拍賣 但是呢 這必須要是 一 你這個租賃呢 是在抵押權設立之前 就已經 你必須要在抵押 就是先設立抵押 再有租賃 你才可以說你要除去 而且還必須要是 這個 對這個租賃的存在 對抵押有影響 所以你才可以除去租賃 所以通常在一拍的時候啊 那個租賃都還沒有出去 因為這個時候很難證明說 是不是對於這個抵押權的實施有影響 可是你如果一拍呢 沒賣掉 這時候呢 抵押權人就可以證證有詞的講說 你看一拍沒有賣掉 可見這個租賃的存在 真的讓我很難賣 價錢很爛 那法院就會同意了 因為真的沒賣掉嘛 比較常見的拍賣方式 這有很多種啦 但比較常見的確是在拍賣期日 就是把這個投標書 投入這個指定的票軌 再由執行法官當場開標 那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通常你都要繳保證金 你如果沒有繳保證金 你就不會拿到牌子 沒有拿到牌子 你就不能夠喊價 所以你一定要繳保證金 你才能夠取得門票 才有這個喊價 或者是像在這邊一樣的這種權利 否則的話呢 你就不具備這個投標的這個資格 說到佔有 還有這個不動產 我要特別講的是 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強制執行呢 都幾乎只cover到債權人跟債務人 但是呢 現在啊 尤其是不動產 常常會影響到第三人 我舉一個例子 我前不久在蘋果日報上面看到說 就說某某公司 他大概就是欠錢啦 結果人家就查諷了他的不動產 然後可能準備要拍賣 這兩家公司 就債權人跟債務人本身就已經是市場上有名的公司 事實上是上市公司 更衰的是呢 這個被查諷的不動產呢 也租給極為有名的公司 因為他們呢 跟債務人是打了租約的 比如說把他拿來做倉庫或做什麼的 現在他們可能會面臨呢 要不要被趕走的命運 也就是呢 債權人跟債務人的糾紛 是有可能會波及第三人的 做一個律師呢 我常常啊 在幫客戶看租約 有一些呢 是非常routine的 常常在看的這個條文 那大家可能是行李如一 但我對一個條文很在乎 可能是因為強制執行做太久了 然後有職業病 我都很在乎說 裡頭有沒有講 這個出租人保證說 他這上面都沒有設定負擔 就是租賃物這個房子 沒有設定負擔 我不是只有真的看這一條 我都還會真的去掉那個藤本來看 還有建物藤本 看是不是真的沒有設定負擔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害怕 如果我今天去跟人家租房子 結果租房子的時候呢 上面已經有設定負擔 比如說抵押權 尤其是 如果那是那種一般的商辦 當初在蓋的時候呢 就融資 可能就有設定抵押權 給銀行 那等到我再去租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會變成是 在抵押權設定之後 這會發生一個很可怕的後果 萬一將來 這個出租人呢 還不出錢來 或因為某些原因賴皮不要還 或者是發生糾紛 然後房子要被拍賣 那這個債權人 是可以請我走路的 我就得搬家 一搬家 先不要講有沒有造成別的困擾 我這個倒霉的第三人 就要另密他處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麻煩 因為那不在我規劃之內 這是一個 因為到時候會一定會可以點交 我是可以被要求除去的租賃 因為我的租賃是成立在後 就這一點上面 就是當你是一個成租人的時候 你要留意這個 然後第二 我通常不喜歡開票子來付租金 因為現在大部分 客戶都會出租人都會要求說 你先把票子開好 那些遠期的 就先開好票子 然後時間到了之後再去嘎 那如果你又沒有禁止備書轉讓 對於這個成租人來講 他冒一個風險 我沒有禁止備書轉讓 我票子開給人家之後 我的房東會不會先把票子讓給別人 我們不曉得 他當然也要到期才能夠領 但是他是可以轉讓給別人的 因為後手可能是善意的 結果我被早早就趕走了 我的票子已經流通在外了 但是房子要點交我 也就是我這個票子 搞不好後面三年都開好了 我等於已經先預付三年租金 但是我才租了三個月 我就走路了 出租人已經是債務人 房子都被查扣了 出租人也沒錢 這時候真的是突呼赫赫 完全沒有任何別的救濟方法 或者是說所有的救濟方法都不實際 所以我都寧願 只要你還有談判的能力 你跟出租人講說 你要每個月電費 公司只要夠大 有商譽 人家通常也都會同意 反正你其實是有押租金的 他不怕你不付錢給他 因為有押租金 你到時候電費 他其實也對出租人來講 幾乎也沒有什麼樣子的風險 反而是出租人到時候 如果是不是房子會被拍賣 其實你不知道 陳租人要請陳租人走路 還沒那麼難 要不然我們就去公證 我覺得這樣來講 對於那個陳租人來講風險比較小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一個 不是出租人跟陳租人變成債權債務的關係 而是這個陳租人是倒霉的第三人 那陳租人這個時候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是盡量拖延點交的時間 因為拖延點交的時間 就是住得越久 住得越久就賺回來 但是你能夠拖延多久 因為可以點交就是法院可以動用公權力 那法院當然希望盡可能不要動用公權力 但是無論如何 你都是在跟法院跟時間拔合 然後金錢債權呢 還有一些是屬於那種其他財產權的 這個最常見的通常都是去扣押那個 銀行存款 現在很流行的是 大家扣錢都 技術越來越高了 所以現在還會有扣那個薪資債權的 租金的 那這是指動產不動產 船舶航空器以外的 有財產價值的這個權利 那他也是一樣 你一定要先扣押再換價 法院實務上面絕對不可以啊 扣押的時候就說要換價 不能這樣 那你扣押範圍 這一點 接下來我要講的這個 倒是一般人常常誤解的 就是對銀行來講 銀行會先收到一個扣押令說 禁止某某存戶呢 在多少元的範圍之內 領他這個存款裡頭的這個款項 那大部分人 尤其是債務員 也會誤會 以為說 以後這個存戶裡頭 就不能夠存錢了 其實這是錯誤的 你可以存 假如已經被足而扣押 比如說你原來裡頭有300萬 你被扣押了100萬 你說這個賬戶裡頭 就不能夠再存錢嗎 不會 因為呢 就只能夠扣100萬 以後的啊 通通都不急餘 如果你說你原來裡頭有300萬 法院呢 說要扣500萬 那你以後再存的錢 是不是會被扣 一直到500萬 扣押令到的時候說要扣500 你那時候只有300 就只能夠扣300 不急於之後的存款債權 所以縱使一開始就沒有扣足 也不急於之後 所以完全沒有差 什麼樣會急於之後呢 就是這是一個繼續性的給付 什麼叫繼續性給付 你去銀行存款沒有人講說 你今天去存 明天就一定要去存吧 這個月存 下個月也一定要去存吧 沒人這樣說 所以它不是繼續性給付 繼續性給付是指租金 指薪水 而且這個薪水通常是指雇主對你的繼續性給付 我就算雇主都把薪水撥到我的戶頭 那也不能夠叫繼續性給付 所以呢 如果是說要扣薪資債權 扣租金債權 那對不起 這個月扣到5萬塊 法院說500萬的範圍之內都要扣 那下個月的5萬塊也扣 下下個月的5萬塊也扣 下下下個月的5萬塊還是扣 因為500萬一直都沒扣足 一直扣到500萬扣足 或者是租賃中止 那這剛剛講的是租金 薪水也是 這個月扣3萬塊 不會啦 它不會扣你全部 是扣差不多三分之一 總要讓你活著 才能夠繼續賺 繼續還 真是悲傷 所以繼續性給付呢 才會急於之後 但是呢 銀行債權 千萬不要以為說 啊沒有扣足 後面再進去的還會再扣 沒有 就只有那時候的錢才有 縱使一開始沒扣足 大部分的人到現在 都還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覺得說 要扣500萬 只要扣到300萬 那在存進去的錢 在500範圍之內都會被扣 沒有 就是以那個時候為主 就定了 有三種換價的程序 就是先扣押嘛 然後我們再說再換價 那再換價的時候啊 三種一種是收取 一種是移轉 一種是支付轉給 光看名字都知道啦 收取呢 就是法院發通知說 欸債權人 你可以去跟銀行領錢了 扣到500萬 那你現在可以去跟銀行領 他當然也會發給銀行 那移轉 發一個通知給銀行 跟債權人 跟銀行講說 欸這500萬喔 現在算債務人 債權人的了 債權人可以直接去跟 跟他領 那 有差別喔 雖然同樣都是債權人 可以跟他拿 但是差別很大 等一下會講到 還有一種是支付轉給 他不要銀行呢 給錢 給那個債權人 他跟銀行講說 果報完 給我 給我法院 然後呢 銀行在交 法院為什麼要這麼搞 通常 都是因為 債權人不只一個 他必須要製作分配表 也就是要算數學 那因為要算數學 又不知道說 給誰要多少 給誰要多少 還得再做一番數學功課 那他就會想說 你乾脆給我 先放在我們法院的會計室 然後我做好數學之後 我才知道給誰多少錢 給誰多少錢 然後就叫人家到法院來拿 所以這個是支付轉給 比較能夠理解就是 他一定涉及多數債權人 這是比較常見 這裡有講 其實我本來想要考你們 就是你們覺得 哪一種對債權人最好 就我來看我會覺得 移轉命令最好 是因為移轉命令 什麼時候錢歸我 法院的通知 給那個第三人的時候 對債權人最好 因為那個錢 就等於已經是屬於債權人了 我高興什麼時候去拿 就什麼時候去拿 那個時間點發生的最早 所以對債權人來講最好 就已經等於錢 都是屬於債權人了 那收取命令 要我債權人 跑去跟銀行拿到錢 摸到錢之後 才算 那因為這個時間一定比較晚 我今天收到通知 搞不好明天才有空去 那這樣就會比較晚 那因為這會牽涉到人家 可不可以參與分配 在沒有結束 還沒有直接拿到錢之前 別人都可以參與分配 所以有時候會殺出一個成咬金 今天我收到啊 收取命令 我很忙 今天沒去拿 明天早上 法院通知我說 ちょっと待って 有一個人說 他要來參與分配 我那個錢就要跟別人分了 所以對我來講最不好 那如果啊 今天我收到的是一個移轉命令 今天起錢就歸我了 屬於我的錢 誰都不要想拿走 我就不用擔心啊 別人來跟我分 這是為什麼會覺得 移轉命令對我來說最好 好 所以這是跟這個 能不能夠參與分配的情況 當然啦 移轉命令如果是牽涉到 繼續性給付 因為後面畢竟錢 還不算有給 就 其他人可以參與分配 但是也緊急於後續性的給付 再來是那個執行程序的延寬 有時候說要執行 但是呢 還是會因故不得不啊 突然停下 這樣講好了 有一點點像是暫時停止 一種呢 是債權人啊 突然說要停下來 我在實務上面會看到 債權人申請延緩 只會有一種狀況啦 他趁快跟債務人談 要不然 說的不好聽一點 債權人都殺紅了眼 現在眼看著就要摸到了錢 然後他怎麼可能會說 他要申請延緩執行 有時候呢 會遇到債務人去申請延緩 十之八九 法院在這個時候呢 就會發行問債權人 你要不要同意 債權人呢 都不會同意的啦 因為呢 如果是講好的 債權人就去申請 如果是沒講好的 是債務人的緩編之際 那債權人更加不會理他了 所以法院理論上面來講 大概就是債權人申請 大概都是講好的 要不然就是法院職權延緩 我覺得這個例子的確舉得很好 只是我也沒見過 就是去執行的時候 遇到債務人家裡有喪事 這是教科書都一定會舉的例子 這也是我唯一覺得 還真的是情理之內可以接受的啦 其他我都想不出來啊 有什麼執行法院自己職權認為啊 這個情勢的發生 使得繼續執行顯非適當的 我想不出來啦 因為這要兼顧債務人 要兼顧債權人 執行法院呢 在某種程度後 兩邊都很害怕啦 因為債權人也會叫叫叫 只有喪事我覺得 在在我們的人情義裡頭 會覺得這樣繼續執行怎麼樣 看都非常可惡啊 債權人申請延緩執行 通常都是談好的 一次呢最多三個月 可以延緩再一次 所以就等於三個月加三個月 就是最多啊 六個月 但是呢 你自己想要延緩執行 你要看如果你債權人很多 比如說有病案債權人 那你要得到其他的病案債權人也同意喔 有時候債權人尤其是 嗯 你也知道這個 一旦流血 那鯊魚都撲過來了 很多時候呢 一家發動執行 所有的銀行債權人通通都過來 那要得到同意的 還不是只有一個債權人 還要看其他的病案債權人 所以你要對付的債權人 還不是只有一個 光跟一家講好沒有用 還要其他的病案債權人也都同意 那每一次的三個月快要到之前 法律人就會問說 欸三個月要到了 你要不要繼續執行 那十個十天之內呢 這個債權人一定要說 他到底要不要 如果他都沒講 那就視為撤回強制執行的申請 不是很常見 但是呢 也會有 然後執行程序的這個停止 執行程序呢 在遇到特殊狀況的時候啊 可以停止 但是 停止是例外 原則上都不會停 不管你是不是採取救濟的途徑 還是什麼樣特殊的原因 原則上面啊都不會停 法定例外可以停止的 這個就麻煩大家看一下那個後面的情況 停止執行通常都要供擔保 這回到那個原則 因為他原則上面是不停止執行 所以我如果停止 我一定有特殊原因 那這裡我要特別講的是 這個擔保金額通常 不是以債權額做依據 而是以可能受的損害 這表示通常都是算利息 債權額如果100萬 法院估計呢 打一個官司 確定這個停止有沒有道理 可能呢要4年8個月 算你5年好了 一年呢用5%的利率去算 等於100萬乘以5%乘以5年 這樣子呢公擔保等於只要25萬 然後法院最近這個見解其實還算新 他說不是你來申請停止 公擔保停止執行我一定要準喔 我在後面先講 例外停止執行 大概都是那些案子有爭議 再審 債務人或第三人異議之訴 和解請求繼續宣判 宣告無效 對許可執行的裁定抗告 本票債權不存在 宣告破產或經公司裁定重整 大概就是這一類的 倒是這個我要特別說一下 就是我剛剛所舉的 它那個停止執行 然後你申請公擔保的時候 法院怎麼訂擔保金 第一個我要講的是 不是以標的物的價值或債權額 第二這兩個案例都有它 比較稍微特殊的地方 前面呢那一個不是以標的物或價值 為債權額 第二個他說你著訂擔保金還要考慮到 因為停止執行可能遭受的損害 那個案子原來法院裁定的時候呢 就是用本金然後去算審理的期間 然後用法定利率 然後算出一個利息 可是最高法案把它廢棄 他還是認為應該用這個標準 可是他認為那個案子裡頭 這個本金有一千萬 偏偏他的利息很早就開始算 80年就開始算 法院就說 這利息80年就開始算 原來的本金有一千萬 這樣子算起來啊 也有超過100萬的利息 你是不是也應該要把它考慮進去 所以就認為公擔保金額應該要往上升一點 我認為法院的確同情 想要執行的人 那因為現在被人家停止執行 所以希望這個擔保金的金額再高一點 就覺得應該要把利息也把它考慮進去 另外這一個不是申請 就一律准許公擔保停止執行 這個案子也很特別 其實一般的確提起再審之後 法院大概都會准他公擔保停止執行 差別只是擔保的金額多少 但是那個案子裡頭 人家申請停止執行 債務人申請停止執行 法院沒有准 法院說你不要誤會 不是你來申請 我就一定要停止執行 我認為法院在那個案子裡頭 非常同情債權人 那個債權人顯然花了將近10年 打一個訴訟 確認那個勞固關係存在 然後要求給付他的薪水 好不容易終於贏了 但是他的僱主顯然不死心 然後這個員工就去強制執行 僱主拼死抵抗 再打一個再審 然後同時申請公擔保停止執行 最快法院認為說 不是你來申請 我就一定要准你公擔保停止執行 所以在那個案子裡頭 甚至於連公擔保停止執行 都沒有准許 我沒有去follow那個再審的結果 但是我想不用看 我認為那個僱主是一定敗訴 法院連公擔保停止執行 這種程序都不給他這個機會 他大概覺得這個僱主真的蠻爛的 所以我想他的本案大概是不會贏 執行程序撤銷 撤銷當然有可能是債權人撤回 比如說他們和解 執行法院發現這個執行名義有問題 有問題大概會是 像假扣壓假處分的那個假的 後來果然沒成真 被撤銷了被廢棄了 比如說債務人或第三人 他去達那個異議之數他果然也贏了 那他拿出這個判決證本 跟確定證明書 那法院就沒什麼好說了 然後發現執行標的物真的 不是這個債務人所擁有的 或者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執行無實益 這個我其實很常見 而且還可以告訴大家 執行無實益 通常法院就會問債權人說 執行無實益 因為見價結果出來可能只能賣100 然後光是執行費用 可能就要120萬 根本不值得 那我們就不做 法院就會跟債權人講說 是不是不做 十之八九 債權人都會說 我要做 就是賭性堅強 一定要試試看 那這個時候法律規定說 如果債權人要做 可以 但是你命他自己負擔執行費用 本來那個執行費用 是要跟債務人日後 從拍賣的價錢裡頭優先受償 但債權人說我要做 意思就是將來 我願意自己負擔 那法院會說 好啊 你願意負擔那你就自己負擔 那他負擔的金額會是多少 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登報一次的費用 因為本來這次是可以不用做 你一定要做 那就會登報 好啊 那這一次賣 用於僥倖真的成功 還真的高價拍掉了 尤其是不動產 那價格都還波動 真的很難說 那賣掉就算了 沒賣掉 那好吧 已經給你一次機會了 沒有賣掉 那你也不能怪我了 債權人的損失是什麼 就是白白登報一次 沒有成功 所以就只有一次的費用 那債權人發現說 買一個機會 買一個兩三千塊 還是划得來嘛 大部分的債權人都會說 我要做 還有動產第一次拍賣 無人一買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你就是賣不掉 不動產也會有一樣的狀況啊 然後特別變賣程序 視為撤回 就是不動產 沒有賣掉的狀況 假執行假扣押 人要債務人 願意提供反擔保 那也沒話說 執行程序撤銷 還有一種的結果呢 是執行處分就會失其效力 已經撤銷之後 不動產 動產都是 除去這個查封標示 那登記呢要塗銷 動產呢 就要返還給人家 但是已經做的呢 不會說 術籍既往啊 去消滅 如果你發了這個權利移轉證書 拍定人就是已經拿到了啊 你不能因此說 那他就不是所有權人了 差別 然後 債權人如果已經依照這個收取命令 都拿到了這個錢 你不能說銀行給的不算 銀行這樣不算給錢 也是給了啊 銀行呢 給他的錢 應該是屬於原來債務人的錢 只是債務人可不可以講 對不起你債權人本來不該拿的 你現在拿到了 很抱歉 要還回來 能不能依不當得利 來肅請返還 然後執行程序終結 我為什麼要知道執行程序有沒有終結 坦白講 如果你這個執行程序 是正常程序終結的 就是全部都拿到錢了 我根本不care有沒有終結 我被人家欠五千萬 五千萬我都拿到 那很好啊 我幹嘛要曉得是不是終結 我不在乎 我要拿到錢就好 但有的特殊狀況 真的有需要知道 因為這會牽涉到 我可以採取什麼救濟途徑 最高法院呢 87年這個判例就有講說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他有哪些救濟的這個程序 然後他就講到說 這些救濟程序啊 都要在執行程序終結之前做 因為呢 如果是執行程序已經終結之後 都不會有啊 都不能夠做了 所以就算你提的時候呢 程序還沒有終結 我下裁定的時候 執行程序已經終結了 很抱歉 我還是會把你的聲明意義呢 駁回 因為呢 無從救濟 全部執行程序啊 終結的十點 債權全部實現 那是不用說啦 倒是要注意 如果是假扣押 它指的是保全碼 沒有拍賣的問題 它是指說你查 不是指查封完畢叫終結 也是指執行標的物交付執行 那你撤回 這也沒話講 強制執行沒效果 還有強制執行的名義被廢棄或撤銷 這個撤銷都要指撤銷確定才算 如果你是個別執行程序的終結 動產不動產呢 就是指你這個價金 分配債權員的時間 那對第三人金錢債權 其實跟我們剛剛講的有點像 發收取命令 就是債權員收到錢的時候 收取你就要自己收 移轉命令 那就是移轉命令送給第三人的時候 第三人收到的時候 就開始算是給了債權人 支付轉給 那就法院收到之後 把這個錢給債權人的時候 那強制執行的救濟啊 有好幾種 一種是申請或聲明意義 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不用去民事庭法院 債務人的異議之數 跟第三人的異議之數比較慘 因為那是三審三級的普通訴訟 意思就是呢 那種案子可能會達到我退休 都還沒有結束 申請或聲明意義通常是 對執行的命令啦 強制執行的方法啦 要走的程序啦 或者有其他侵害利益的事情 可能提的呢 其實債權人啦 債務人啦 這個因執行行為 而法律上利益受侵害 就是指第三人啦 時間 他一定要在執行程序終結前 所以我們剛才會講 判斷執行程序的終結 變成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為這牽涉到你可不可以用這個救濟途徑 那如果呢 他不會停止執行喔 執行還是照走 不過如果法院覺得 欸 這個人說的有道理 他會把原來的處分撤銷或者更正 如果他沒有辦法判斷 他可能就會叫你去提另外一種 債務人的異議之數 或第三人異議 常見的聲明異議 像債務人可能會講 欸你怎麼超額查封 你查封我太多了 那這時候啊 只要這個超額查封的東西呢 比如說你多筆不動產 在不動產啊 拍定移轉給第三人之前 我都可以聲明 或者是 這是指齁 你就某個執行標的物 因為你如果是超額 遲早都有東西要被查封 差別只是在於是一個 還是兩個還是五個 你如果認為兩個就夠了 那其他三個被拍定 移轉給第三人之前 你都可以聲明異議 如果五個通通都賣完了 你才講說欸對不起超額 不過這比較少發現啦 因為兩個賣完的時候 理論上就應該要知道了 假設這裡有什麼差錯 五個都賣完 那已經賣給別人了 這時候第三人的保護也很重要 沒辦法了 真的只能夠移轉給第三人 這時候是你 在務人怎麼求償的問題 那在務人如果不是 用單一超額查封 跟個別標的物沒關係 而是講 你這個公證書根本就有問題 當初那個人不具備公證人的資格 諸如此類 或者這個公證書哪裡有問題 那這是執行民意整個大問題 通通都有 那如果是執行民意有問題 那在債權全部收藏之前 我隨時都可以講說 我要聲明異議 那還有一種是 債務人異議之數 它的理由通常都是呢 我來打官司一定是 我來執行一定是有個執行民意 可是這個執行民意呢 有什麼啊 在執行民意成立 有什麼執行民意所示的請求權 有消滅或妨礙 它的請求的適由 時效消滅抵消啦 清藏啦 這一種都算是消滅或妨礙的 那在執行程序終結前 一樣 這跟執行程序的判斷是有關係的 你可以呢 去法院打官司 如果你今天 通常人家不會直接 就去打債務人異議之數 要花幾年 他會先聲明異議 那除非執行法院 非常容易的判斷說 欸 你說的有道理 否則呢 有80%到最後 都會掉到債務人異議之數 因為他不審查實體 他會覺得 啊你這到底真的有道理還沒道理 債權人債權人拼 債權人拼死抵抗 覺得沒有這些問題 債務人又說有 啊我不知道啊 那你們去法院吧 好 就會變成債務人異議之數 好 那怎麼樣判斷這個異議事由 如果你是用判決確定 好 這一種確定判決來打的 那要延遲辯論終結之後 要不然你等於可以 一而再再而三 一直不斷就同樣的事情爭執 如果是沒有確定判決 就是沒有計判力的 那就是執行民意成立 前的事由也能提起 比如說本票裁定 他沒有計判力 抵押物裁定 這種東西根本就沒有計判力啊 所以常見的例子 債務人主張 債權人取得勝訴判決之後 你這債權就讓給別人了 那你怎麼可以來啊 說你要主張那個 強制執行啊 還有債務人呢 主張債權人雖然取得拍賣抵押物的裁定 可是債權不存在耶 你雖然有這個最高限額抵押 可是我根本沒有跟你借錢 債權不存在 還有一種是第三人意義之數 也是一樣 要強制執行程序終結之前 那這個第三人如果要主張說 你執行到我的財產了 主張他對執行標的物有 一 所有權 二 點權 三 留置權 四 執權 他才可以提起第三人意義之數 這就是這裡所說的 對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權利 一定要這四種裡頭的任何一種 有所有權當然不用講 基本上你根本就是查封錯誤 那我的東西 你硬要說是債務人的 這種情況大部分都會發生在動產 或者是未辦保存登記的不動產 很簡單 因為不是用登記來判斷 你沒有登記可以來判斷 那動產要怎麼樣判斷 他是債務人的 法院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外觀調查 所以他是看誰佔有他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債務人佔有 我就以為他是債務人的 但是實際上因為某些原因 在債務人的佔有中 但是他卻不是屬於債務人的 就很容易判斷錯誤 所以你看我們舉的這個例子 一種是負條件買賣 負條件買賣最常發生在哪裡 我們以前去查扣機器 最容易發生這種狀況 機器在債務人的手上 但是它是負條件買賣 那負條件買賣就表示說 債務人跟人家買了之後 所有權沒有移轉給他 因為是負條件 債務人要付清價 他等於像是先給人家借來用一樣 他要付清價金所有權財歸他 這個東西一直都還是出賣人的 可是呢 卻讓債務人先使用 那去扣押的時候呢 你外觀上看起來就是 這個東西齁 是債務人在用 那應該是他的吧 如果不是他的 怎麼會是他在用呢 就扣押了 然後第三人就冒出來 很抱歉 那是我的 負條件買賣 在嫁金沒有付清之前 所有權都是那個出賣人的 這時候出賣人就是第三人 沒有什麼好說的 我真的就只好撤銷這個查封 還有一種呢 是這個動產 因為某些原因 比如說債務人是A 他把這個東西交給這個B 來修理 沒付錢 B就把它留置 因為沒付錢嘛 然後接下來又有一個人說 那他要來扣押這個 這個債務人的財產 他就說他要去扣押那個某某東西 比如說傳播好了 因為這個傳播如果是有登記 一定是登記在這個債務人的名下 傳播因為是要登記的 B可能會講 對不起 你不能夠給我拖走 你一拖走了之後呢 我就不能佔有他 傳播拖走就不能佔有他 沒有佔有還能行使劉志全嗎 那就不行了 沒有劉志全我就沒有擔保了 所以對不起 你不能夠啊 來行使這個權利 所以這個第三人會說 很抱歉 你呢 如果執行 可能會影響到我的劉志全的行使 並不是因為佔有 而是因為劉志全的行使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也可以提起第三人意義之訴 這也是其中一種 假扣押不用講啦 限於金錢請求 要示明假扣押原因跟請求 然後 後來法律規定之後也有要求呢 這個假扣押要收到裁定之後 30天之內就要執行 過了30天之後就不能執行 這個大家可能也都已經知道 倒是有兩點不曉得大家了解不了解了 是第一 現在啊 市民假扣押必要性這件事情門檻很高 然後法院要求的擔保金跟過去不太一樣 不見得是三分之一 我為什麼會說大家不一定曉得 我職業大概20年了 早期呢 我剛開始職業的時候啊 我就聽到我同事在批評某個人 沒有拿到假扣押裁定 現在呢 我絕對不會這樣講 我覺得沒拿到是常態 拿到是變態 真的是這樣 假扣押現在非常難拿 有一次律師公會開公聽會 說假扣押裁定現在是 拿到假扣押裁定叫做難於上青天 很難拿 非常難拿 法院說 他們突然發現 這個假扣押裁定 上面有假要示名 示名請求 這個都不難 請求就是你可以跟對方特急 會不會打贏那當然不知道 但是你要有個請求 你要示名假扣押的原因 就是你為什麼有必要去假扣押 除非這個債務人 或是你將來執行必須要在國外 是法律早就規定可以假扣押的 否則呢 你就要證明他有隱匿財產 浪費財產 這一類的這個狀況 將來有不能執行之餘 那我都要問一下各位 我要怎麼證明 有債務人啊 隱匿財產 會告訴我債權員的嗎 沒有吧 我怎麼證明 我根本沒辦法證明 他會敲鑼打鼓嗎 不會 他賣房子會告訴我嗎 不會 他說你抵押會跟我講嗎 不會 他發布的我不要知道 那我要怎麼證明 所以現在被駁回的理由 通常都是因為你沒有示名 你假扣押的必要性 就假扣押的原因 我最近有找到一個見解 最後供大家參考 他在最後呢提到說 這幾種狀況 也許你們將來在寫假扣押申請狀況的時候 可以考慮這幾個點 在務人逃逸 隱匿財產 量你們也不會知道 對財產為不利益的處分 這也很難 請注意 法院認為 在上面設定高額抵押都不算 因為不動產的價格會浮動 你怎麼知道他設定這個抵押 會讓他不足以清償 但是 對應給付的債權 經吹告後容拒絕給付 如果你又很lucky 可以說服法院相信 現存財產限不足以清償債權 你也許就有望說服法院 的確有 假扣押必要性 這是唯一我可以想得到的一招 其他的我覺得你要去說服法院 依照一般社會通念 可認為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 或甚難執行 滿足再選的 我覺得都很難 反而我最近看到 原來最親密的敵人 通常是枕邊人 我發現法院核准的很多都是 先生扣太太太太扣先生 因為他最清楚對方的財產狀況 以及有沒有浪費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你們如果去法院查那個 食物件就發現那個假扣押准的 很多真的都是夫妻要要求 離婚的分離財產制 然後很多就先扣了對方的財產 因為他最知道他有沒有隱匿 有沒有浪費 那我今天大概就講到這邊 謝謝